好,我們以慈悲心待人,時時有平安 以智慧心安起,處處得自在 現在新冠肺炎的疫情還是相當嚴重 所以我們用聖言法師的方法 這個面對他、接受他、處理他、放下他 也希望這個疫情可以早一點過去 大家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 那麼今天是母親節 要謝謝媽媽們對家人的守護 所以我們祝福天下所有的媽媽母親節快樂 謝謝